从台东县长手中取得权状 担任袁保地权状合法的单位主管 现在成为受赠的族人 袁明会主委林江一说 这是祖先保留下来的土地 自己取得权状别具异议 我这一块地 事实上是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当时被化为国有的土地 这个土地我在民国97年的时候 开始申请证化边缘原住民的保留地 历经八年 终于今天取得了他的农业钱 就是他的地上钱 我觉得这个流程 真的要谢谢非常多的工作人员 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 每一片我们原住民的保留地 民国96年 政府开始办理公有土地 补办增化边缘原住民保留地 受理族人登记申请 取得土地他向权利及所有权 27号再度颁证 包括东海岸成功东河长滨 107笔土地权状 总共97位族人获得 这次颁证仪式 特别用传承还有Badigur 也就是安美与回复的意思 强调耕作多年的土地 终于可以归还 自己要给孩子的 谢谢 很开心 很感动 就是领到这个田状 就是属于自己的 我拿这个田状要种那个六丁 我才有成果 七十五岁的法医要把土地传承给孩子 目前原住民族土地相关政策 除了原保地开发管理办法外 另外原民会持续推动土海法立法 颁赠权状之前 透过简报 试图让民众了解 政院版的土海法内容 以及与原保地开发办法的差异性 未来土海法成立 渴望达到回复传统领域 返还土地正义的愿景 不过林江一也坦言 面对目前政治的复杂性 土海法要通过还有难度 记者三论台东成功采访报道